全体低头默爱一分钟 焦八年武装抗日事件 103周年 民进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黄伟哲 来到台南行务所 规划保留历史一致 打造司法文化园区 在地的人跟知道过去的历史 让外地的人能看到 这片美丽的建筑以及园区 地方法院园区 能够跟南塞土园区 还有孔庙 诸多的园区 能够把它连成一器 让这样子的一个历史园区 能够完整 顶着大太阳穿梭历史旧址 八月高温就跟选情一样热 蓝绿大咖接连南下 民进党友蔡英文赖清德 国民党高斯波也将迎来 党内三颗太阳 马英九 武敦义 朱立伦 台上拉台蓝银气势 台下较劲意味浓厚 南台湾本来就很热 很热了 多几个太阳也没差 对于对手政党 或是对于在野党 他们的一些要角或大咖 要怎么来 彼此有没有互相别苗头的意味 我们对此不予置评 黄卫哲不在意对手 派出几颗太阳 反倒是眼前范略整合问题 更棘手 我觉得恩怨到此为止 蔡总统的想法 是希望说同志能够 互相画干戈为玉帛 顾全党的团结 以及顾全台湾的未来 好不容易才修补 党内初选裂痕 却还有范略参选人 三抢一刀刃相向 黄卫哲伤闹间 如何出招划敌为右 恐怕才是心之所向 回续问前卫 张远春台南报道